天后武则天并不是第一个女皇帝 在我们的记忆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就是武则天 她在位时上级贞观之志 下起开源盛世 政绩斐然 一生为我独尊 敢作敢当 死后又为自己立了一块 没有任何文字的无自卑 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严格说起来 武则天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她只能位列第三 那么前两位会是谁呢 历史上第一位女 皇帝是北魏孝明帝的女儿袁姑娘 袁姑娘即位时还是个女婴 她的登基完全是她的祖母 宣武帝之妃 孝明帝之母胡太后一手安排的 幼儿临朝听政 胡太后在政治上自以专权 生活上又十分淫乱 引起朝臣不满 世中原差 中氏刘腾等曾将胡氏幽禁于北宫 后来胡氏重新临朝听政 更加肆无忌惮 为四方所惠 当然也引起孝明帝的不满 于是母子之间嫌隙屡起 当时胡太后谎称生了一个皇子 并设计堵死了明帝 雍丽皇子为帝 一几天后 胡太后又忽然宣布 强保皇帝原来是个女婴 当然出而反而都是为了宫廷斗争的需要 原姑娘只不过是胡太后手中的一枚棋子 小女婴虽然只做了几天的地 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而第二位女皇帝是陈硕贞 浙江牧州清兮 金浙江淳安 人 自幼父母双亡 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 历经风风雨雨 尝尽人间辛酸苦辣 使部分地区的人民受到了较重的剥削和压迫 清兮位于今天浙江西北部 这里山高古深 物产十分丰富 正因如此 统治者对其也格外关注 搜刮无度 使得这一地区的百姓负担十分沉重 怨声载道 在眼里 急在心里 于是 他不顾自己的安危 毅然打开东家的粮库 救济灾民 不料被管家发现 打得他死去活来 当夜被乡人救出 逃入山中隐蔽起来 右主孝明帝登基后 胡太后则母以子贵被尊为太后 并因孝明帝年在公元528年 据北宋后妃记载 孝明帝之妃生下一个女儿 当时 唐高宗即位 由于唐太宗统治后期奢侈之风盛行 劳民伤财 有一年 当地发了大洪水 百姓们流离失所 民不聊生 陈硕真看得到成仙的传言 他高深莫测 能够驱使鬼神 于是 乡民们都寄希望 他能为民除害造福 农民起人民纷纷响应 起义队伍迅速扩充到万语人 陈硕真自立为文家皇帝 的亲戚也到处宣传 陈硕真已经成仙 从天界重回人间 现在法力无边 变化意义一般都会借助封建迷信的力量 陈硕真也不例外 带领民众连续攻克铜炉 牧州等地 并逼近涉州 勿州 对封建统治者造成威胁 一时间威名大震 在此之后 当地百姓不断 听到有关陈硕真 得到成仙的传言 他公元653年10月初六夜 他率领民众在淳安田庄里举行起义 家乡朝廷闻讯后 急派扬州刺使防人与带兵前往镇压 勿州刺使崔义璇也赶 仅征集兵力对起义军进行打击 由于起义军缺乏实战经验 几经浴血奋战 死伤无数 最终全军覆没 陈硕真从起兵到兵败身亡 不过一个多月时间 但是东南震动影响极大 可惜生不逢时 他自称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按历史时间推算 当时武则天还是唐高宗的朝义 陈硕真自立皇帝的第三年 655年 武则天才被立为皇后 一直到公元690年 武则天才自称神圣皇帝 改国号为州 所以只能是位列第三 但是他掌握了政权 并且在位整整15年的时间 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标准的女皇帝 历史上 武则天并不是第一位女皇帝 之所以历史上将其继为第一位 主要在于他的功绩 并改了国号 虽然对于他的称帝后人 有很多争议 但终为一代明军 为中国历史进程 做了一定的贡献